HELLO,大家好,我是Stanford 我是代表我們在G0V裡面有一個Web上的學習場域叫DAOZERO DAOZERO裡面的一個小小的坑叫做Armory 我們Armory主要想要做的是提供一些資源跟工具 給大家來使用然後實作讓大家更加認識Web上這個領域 我們就提供工具了 工具的部分的話我們盡量是想要提供一些讓可以深入在一般人 大家在日常生活的一些簡單的工具 不管是簡單的買賣或者是學習的場域等等等這些工具 除了一些工具以外我們還要提供一些其他資源 那資源部分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在我們Armory再多了解 那畢竟因為今天是第一次來到 所以想要跟大家講一下簡單的說Armory自己本身的一些 算是中心思想吧 那我們自己本身是有 算是照著 因為畢竟是在以太坊的生態鏈上面 所以我們照著算是以太的這個 它自己的理念 想要延續一個無限的賽局 讓大家可以一直在裡面不斷的 學習啊 成長這樣子 那 我剛提到以太 以太基金會他自己本身也是在提倡一個 做這樣子一個Infinite Garden這樣子的一個 場域 讓大家不斷的學習 然後不斷的這個成長 那 這樣子無限的賽局可能有一點抽象 那 最簡單的方式用這樣子一個呈現的話是 如果是一個有限賽局的話 就好像是一個圈圈叉叉這樣的一個遊戲 大家可能就是只能畫圈或叉 但是在這個框架底下 可能還是有一些小小的東西可以去玩 但是它畢竟就是一個有限的賽局 那如果一直往外推 推到最旁邊的話 就像G0VR或者以太坊這樣子一個場域 都還是屬於這種 比較沒有 算是可以說是沒有一個終點 但是大家會為了一個中心思想 一直往前進這樣子一個場域 那 這邊我就先跳過 這邊是想要跟大家提一些 目前在web3裡面的 類似Infinite Garden這樣子的一個場域 那這邊有幾個不同的DEL 像Friends with Benefit 可能大家如果在web3有玩過的話 可能會聽過 或Forefront 等等 DeFi Lama也算是一個 那 所以這邊 因為只有五分鐘 所以我想要介紹一下 我們目前在過去的三四個月 有做了一個叫做Playground的一個場域 那它主要目的是想要用 大家始作的方式來學習 web3裡面的一些 比較是常使用的Depth 或者是一些基礎的知識這樣子 那 主要目的呢 我們是想要學一個 以任務 算是解任務 然後拿代幣這樣子的一個學習場域 那 從 比較基礎的 從底下開始Basic 那大家可能都要通過一定的 同樣的一些任務 然後再慢慢延續到其他不同的領域去 不管是DeFi 或者是NFT 這樣子 那 完成了 當 假設 大家完成了某一定的這個 跑道好了 那我們就會 邀請他們 邀請完成的人 可以在我們 在既有的一些任務上面呢 再繼續做 副加 堆疊的這個動作 也就是說 讓這個技能數 可以成長 然後 可以無限的延伸 那 現在目前有做到 基本上 以流程來說的話呢 我們是 我們希望是跟 以大宋的方式 來做 每兩個月 這樣子一個 的 算是 cycle 那大家可以 參加大宋 然後領取 所謂的一個 SVG NFT 那這個NFT 很像成績單一樣 那它完全都是在鏈上 所以只要完成過任務啊 等等的 所有的東西都會是在這個 這個SVG NFT上面做呈現 然後就可以開始解任務 拿代幣 然後拿到一定的代幣了以後 才能再去 執行更 advanced的任務這樣子 那 同樣的 雖然有拿代幣 這樣子一個功能 不僅只是給 參與者 學習者使用這樣子 拿這樣子一個代幣 也會給這個 任務設計者本身 拿這樣子一個代幣 所以 造成是一個 互相成長的一個 學習的場域 那 這邊的話 時間的關係 我先 想跟大家share一下 說 我們現在這個 學習的場域呢 現在正在 Beta的這個 測試的階段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到 armory 是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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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